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D才智多》 今天邀请你好朋友Loy 聊天 Loy Debbie 你好 开完旅行回来 幸好不是去美国那边 很害怕的 混乱一点 我见你浪费太阳回来之后 再和我们把脈 看看投资市场在哪些 充满阳光普照的地方 希望找到 过一个weekend 大家的新闻全部洗班 都是特朗普 都不幸遇迟 但之后引发到 有机会入主白宫的赔 急升 民调反应都爆上去 其实我见到美金 最近都咬着一个月的低位赔回 你觉得这个情况 对于日后的资产走向 特别在外汇那里 会不会有大影响 这两天 经过这个周末之后 大家就立即炒Trump Trade 特朗普选情 现在就看过一线 觉得今次的事件令到 大家看到他有些 事件不幸 但是看到过程里面 他好像还很触变不惊 你不跟上周另一个 名字都弄错了 扎林斯基和普京都弄错了 那你就很大对比 所以令到大家对于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 就进一步提升 那些大马萨也都发工了 你看到马斯克 是的 Bill Edmonds 对冲基金 極经理是一个很出名的投资界的重磅人物 以及之前的社交媒体都封杀Donald Trump 但现在又给他一个账户 是的 即很多东西都只是告诉大家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他应该赢的可能性很高 但罗尔 如果特朗普赢 一般觉得他喜欢行一个弱美元政策 即是他会叫联储局 麻烦你减多几次升 例如折低美元 令到出口竞争力大升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些特朗普交易出现 但是现在短时间炒 就是比较高的美元少少 因为觉得他做的事 可能很容易会令到 美国中期的通胀有机会 先升回一些 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刚才Debby说得很对 他就很喜欢逼人去减息 你减息 一个比较中线的效果 希望进一步刺激的经济 另外他又提倡一些保护主义 应该会加关税 提倡有很多很多贸易的壁壁 希望保护美国本身 另外一些财政开支 那些不在华下的 用财政的刺激措施提振经济 全部中线一点 大家都觉得应该会对经济方面 会有些 中线一点会推过通胀和刺激 所以你看到上个星期 这两天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健眉之注的一个礼子 上个星期出完PPI之后 其实美元还是下 PPI其实是比预期高的 大家原本一直在炒减息 那里要停一停 因为CPI真的是放缓 没错 尤其是按月是下跌 四年以来按月是第一次下跌的 疫情也未见过 没错 所以这就令到减息的可能性巩固 就算你星期五的PPI高预期也好 那美金也是下跌了下去 那大家想着美金 要不要试103.8或者更加低呢 谁知道周末就是特朗普的事件 令到大家觉得 川普当选的机会高 大家立刻夹高的息 折下债线 另外美金今天亚洲市 你看到可以靠稳 可以不是抽得很厉害 104上下 是的 但是大家看到就是部署 即是息要预备 可能要升一些 美金暂时可以靠稳一些 大约的情况 短线来说 美金如果说要折下它 是比较中长线一点 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选举的变数当中 每逢大家 这两次的例子 我说的两次是什么事呢 就是第一次是第一次的总统辩论 还有第二次就是 刚刚周末 特朗普突然受责的事件 两次都是令到大家觉得 是当选的机会增加 的时候马上回来就是 上次的息就抽回到4.4 今次抽回到4.2 因为那息一直在下 另外就是美金也是靠稳 所以你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短线如果炒了特朗普的选程 看过一线应该是涨的 炒过夹高的息 然后美金又涨 所以这里就有个空间 最近如果大家真的部署 特朗普相关的概念 就可以这样玩 现在资产市场 是不是都很全价价 9月份是会减一后 因为你见到数据上 甚至你说出了PPI 上回来 但是利率期破 反映9月减息机会超过90% 没错 然后去到12月 可能跨了11月的总统大选 然后12月再减的机会 都有八成 但是在资产市场上 美金不再反映 就是因为我预计你真的会减的 是 你知道永远都是 其实偷布反映了些东西 所以现在市场反映的 是年底之前到 即现在到年底之前 美国联储局有机会 减息累计的幅度 可能去到60个基点 那么多 即不止减两次 分分钟 如果再加上去 会不会是11月 你选举完之后 第二天就有个意识结果公布 那次都减不减 不过就未必那么进取 因为你联储局也有点两难 你见到如果特朗普当选 你见到他的倾向 其实做些东西有机会 令到中线通畅可能会高 比如中国的关税 是 你立即宣布这些东西 那是不是这么有条件 要这么进取 这么减多 这么快 下半年就变回减三次 原本大家预期下半年 会不会只减一次 但是现在大致上 陈海落定 因为你看到 就业数据也好 通胀数据也好 都是指向会减息的 是的 所以最近 有些人说的风险 例如我见到 最近大家说的风险 就是 每个美国十年的借息 会不会八月底之前 跌穿了四厘 哇 三厘八厘 就是很急地跌 因为你知道 最近的投资市场 我们叫高点落 金发铝鞋的现象 就是因为经济不温不火 你是炒减息 但是不要炒到最准取 不要觉得它减得很厉害 如果那个息是跌 但是不要跌得很急 因为息跌得很急 到其时 你的钱拍回债 你股市没什么运行 这里大家要注意 是的 这个要再看 真是惨 最惨的就是巴威尔 刚刚才改了口风 铺路感性预期 整个特朗普出来 真是很麻烦 既然我们汇率 当然要去看各国不同的食材问题 回顾一下 如果我们说美金现在大概104的位置 今年以来跌幅最显著都是日圆 没错 稍后我们也会再一步讲一下 为什么英镑那么厉害 很多在大选之后 反映资金流向 一面都会有很多人看好英镑 不过我们就中心日圆 因为今年来跌幅是超过10% 刚刚同样在月底 大家观察着日本央行会不会真的出手 上个星期四 美国CPI那一刻 真是 夜妈妈就传日本央行干预会市 今年来第四次 我赞他 是吗 我跟你一样 我那天立刻react 那个我跟你一样就是赞他 若是懂得借着美国的减息预期升温 而出手的 就事半功倍 他之前常常放风 不断出口術 又说自己可能减少买债 接着最后的意识结果 又说留下个月才公布最终的决定 他整天都是安安满满满的 日圆又是再下30% 低位没用 没错 所以今次若是识得借别人的数据 这个东风 别人的数据若 减息预期升温的情况下 你见到美日息差 就有一个收窄空间 若是再做些事去干预会市 现在全民的版本就是11日和12日两天都有做 12日那天就见到日圆原本去159附近 又抽到157 所以大家估计两天有做 今天就传出来的版本 就是大约用了220亿美金 是 但是这些就未证实到 7月底应该会看到 是的 那本数出来没看到 没错 你看日本央行的那些数据 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未知了 但是你看他现在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我又觉得他未必是看日圆弱到什么水平 反而他经常找个机会 你的机会就叫好些机会 就令到他反弹的空间 或者反弹的力度 就明显一些 其实是不是客人 就是 当然我和你都会觉得 他用那个时刻很厉害 同时他都很害怕 外面一面都沽日圆那些人 因为说真的上个星期 其实日圆拿着淡仓的大户 他相当多 是 就是据报 他们拿着淡仓 差不多是2007年最多 就是几一面都 你看一下去到160 161 还要夹 还要沽它 是的 那些人还这么有信心 就是觉得你做得些什么 你上一次扔了600亿来干预 又是跌 是的 这次你夹个数据 就花200亿 分分钟止 那已经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能不能够令到市场 短期内不再冲击 不能够 很简单 不能够 我猜大家几一面 就算这个星期 大家看实在星期未公布通胀数据 估计通胀都高的 是 安年的升幅可能去到2.9% 有机会比起日本央行目标 又是高很多 但是始终大家都觉得 数据高也好 究竟今个月日本央行是否洗審 即是洗審夹宴 现在大家猜是一样 原本他预告定今个月宣布 减少买债的正式的细节 规模是多少 原本想着他加息的可能性是低些 但是现在大家都估计有机会加 加上 是的 如果真的两支箭一起做 你就放英放得那么紧要 就有机会逆转 你的日圆就有机会弹到154 可能去到154 如果不是你自但做单边 其实跟你一路的比较夹派的取态 用一个比较缓慢的态度去收紧货币政策 其实那个市场没有分别 因为基调没有改变 没错 你的美日息差虽然是有收紧 譬如你的美债息10年 其实我们刚才都说了 去回4厘2 你变相令到日圆是舒服些 但是他们两者的息差 都还有3厘 是相当劲的 如果你联储局肩 是9月开始减一口 其实你也是不动的 那变成你的日圆是很难有一个强的空间 所以那个息差的弱势仍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就算它弹势 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一个很显著的反弹 刚才都说了 你来到157附近的 我给你努力了 升穿155到154附近的水平 但是这个都要好看 究竟对价 联储局的减息步伐 是不是真的减了两次 今年下半年甚至乎更加多 还有会不会预告定去到2025年 大约的减息步伐是怎样呢 如果Donald Trump真的当选的时候 其实可能25年 他们未必有那么多空间 减很多的情况下 可能你的日圆又借了 都是要沽下去了 所以现在三个月 我们看呢 你说再试一下160那些位置 其实风险还在 就算我们这样说 就是刚才这样说 波幅你看 我们看其实157到164 可能暂时你都是要看你的波幅 所以今年都是这些位置上去 暂时来近几个月 这个季度都要这样小心 我个人来说 经常都觉得有点阴谋论 其实日本央行本身就是 借日圆来做这个套息交易的重大炒家 即使不是炒家 都是投资者 因为他这么庞大的钱 其实他都要借比较便宜的息 或者日圆低企 帮到他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我经常就看死他 不会上一日很强 所以你看到那些套息交易 用日圆 你现在不只是说美金的值盘 大家看到你对很多货币 对欧来也好 英镑也好 交叉盘 对啊 你全部的交叉盘 其实他还是 息差也好 或者日圆本身的弱势很明显 所以当其他的地方 就算说减息 其实现在开始掉头减减 现在欧洲减了 当然今个月减的可能性不高 低反比 其他英国短线减的可能性也低 但是大家始终 今年有开启的减息大门的可能性都高 只不过这件事情 你看看完全没有走效 始终套息的效应 人们都继续沽个日圆做套息家 现在还是主调 重要的投资市场还是活跃 你看美股又在破顶 你看日股先 我正想问你 因为日股最近和日圆的反向关系出回来 日圆升那一刻 日股是跌的 也可能之前因为升太多了 你的东正和日经2.25 都是破了历史新高 有没有会影响到资金流 就是现在这么多观望的东正等了几年 你说近年的升势 很多年好像你这样说 多年都怎么样 就是八九年以来第一次破顶 你还没出世 我真是 我想这样回答你 是但已经太不诚实了 但不要再说了 然后我想说就是 是的 其实那个反向关系 尤其是上个星期的口价 是零射明显的 日圆一夹上去 就是星期四那天 美国的CPA数据 然后有全民日本央行入市 然后抽上去 第二天的日股很明显 不过我同意刚才你说过 其实纯粹是高位上有些调整 是的 你现在看到资金流向 大家看两件事 第一就是 日圆的反弹势头 其实未必可以很持续 现在是 但这两天你看到 又是回到158附近的位置 是吗 还有它干预 都不可能是无限量去买 不可能每天去买 大家始终都是看息差的因素 若果是这个息差的因素的情况下 即是说它偏弱 其实仍然的可能性居多 我不用它去到164 我们看波幅区间的那个下方 日圆的下方 不用去到那里 你继续在160附近 其实已经令到你的肚息家 继续可以很活跃 对日本股市继续有支持 是吗 但是股息有没有相对 它的投资者反映 都相对贵 4P10.6倍 但这个和历史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所以就不觉得是特别贵 而且你看到另外的因素 日圆有一个 我们说日圆继续偏弱 大家觉得股市有混合 另外第二样就是 本身日本的那些企业管制的改革 这个我们之前说的 或者很多嘉宾都跟你说 继续做回购 继续增加对股东的回馈 接着你如果是继续 又鼓励本地人 买股票 那些其实你看到也是 真的多了本地资金入市 那几样东西加起来之后 对日股的基本面来说 其实继续有些支持 好了 日本和日股 我们都花了比较多时间了 另一个香港人也都非常关注 极多人问的就是英镑 刚才说今年以来 那个镑很厉害 其实上个星期 它那种胜伏 是差不多 我计算是四年来 最美的一个星期 之前大家就是担心去大选 但是后来其实很早已经发觉了 你工党上场的机会很高 但是英镑都依然是很硬正 一直掃着那些高位 有些投行形容 大选之后工党上场 英镑是成为了G10货币里面 是最稳定和最异体的 是不是真的这么明朗 因为呢 刚才Debbie说这个 在选之前 其实民意已经是很大幅的领先 你讲讲整个20个百分点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只不过呢 选举或者选情这些 一天都有机会延长 例如你拿法国做个例子 明明大家想着这个 阿勒庞终于吐气阳气 所以英国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正式选举的结果 也都印证着工党的民意授权 真是一如民意之前的调查一样 那么强劲 你变成这个 你原本保守党之前很多届 你最近五六年换了多少个首相 其实这些事情 大家都觉得 看到那个政治的生态 又不稳定 而且他们的经济政策 也没有一个很长线的经济政策 最多你看看是不是派档 还有移民的路黄大计划 非法移民就扔你去路黄大 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所以现在你变成了 就是你工党上台 现在这个星期看实了 星期三的时候 应该英国国王 就会有一个发表演讲 都其是工党就很有机会 就公布一些一系列的 一些新的立法 以及一些最主要针对刺激经济措施 大家知道他其实就建屋 150万间屋 他又说很多不同的基建开支 以及他说那些基建 原本说有些很影响到整个计划 以前影响着我们一路发展基建 有一些繁文玉节的一些条文条例 这样要取消它了 那这些其实现在未到上任的100天 刚刚选举完 通常这三个月仍然是什么月期的 英镑很好的机会是1.31 是的 多次 1.31应该能上去 是的 现在短线暂时 人们都看过1.3都倒硬的 如果你说真的有一些 对经济利好的重大政策出来 那变成了英联银行就不用那么投行 因为它的通胀已经下跌了2% 都已经撤合了央行的目标水平 今个星期大家都观望着 最新公布的英国通胀数据 究竟是不是持续地高位回落 问题就是它的服务业通胀也很高 依然5%以上 大家就觉得 哎呦 始终你也是息口影响的货币比较多 会的 但是你8月暂时 就应该减息的可能性不大 大家都放下这些东西 现在大家聚焦那样东西 就是经济的振兴 和现在工党新政府上台的乐观情绪 究竟可以继续延续多久 你讲到货币政策 英明银行的减息 原本大家觉得通胀这样下去 其实很有机会你就减息 但是同一时间 最近公布到GDP也好 工业生产也好 製造产产也好 全部都很英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缺币 很聚焦美国 是的 现在就放了原来 我们都猜不到是英国里面 因为英国基本上 每个月去公布的GDP 它经常过去一段长时间 是收缩与不收缩的 之间而已 没有事 但是现在 还有施己燃 他说什么呢 他仰言 现在希望将英国的经济增长 每年要去到2.5% 如果你央行真的2%通胀 经济增长2.5% 即经济增长还要跑赢通胀 当然这些目标 帥子到爆 若他真的做到这样的话 他就真的会一个很成功的领袖 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些 刚才有三个字 就是观众留意实 什么 蜜月期 因为你想想 又要建屋 又要搞基建 那钱从何来呢 预告一定都不加税 打工仔的税不加 即是暴力税 或者富人税他会加 但是那些究竟你是不是做到呢 还有财政开支会是怎样呢 他就说 在一个不增加财政开支的情况下 希望可以提振经济 真的讲得很美好 没错 是不是真的这么完美呢 你首先讲建屋那些 现在都开始有人反对 就是其实一向 都经常都这样说建屋的 但是每个地方政府里面有不同 是 还有我们记得 很多地方政府 其实现在真的破产 百名汉这样破产 他所说的那些如意算盘 不是 就是中长线大家回归现实 就未必那么容易 所以现在先看 不过这个东风就借嘴上了 是 大家炒一转都可以 如果有需要用到英镑 大家就想想 在这个蜜月期下 怎样去把握这个机会 另一边跟这个英国是很不同的 就出现了一个政治不明朗性 是 刚才我们都说 三分天 就是 源自国会 我都没有想过 明明说立旁赢硬的 他的意识是真的增加了 不过未曾坑洞到中间派 以及梅朗雄的极左派 亦都是因为 之前那个礼拜 有点少少合作 令到左派就上了一领 是 现在很麻烦 因为连一些总理 哪个做的那些 都吵架了 大家完全对这个政府 毫无希望 不觉得能够 像德国那样 能够做到那种 一起合力去管治政府 那种顺利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那你现在要组成到 就是国会原本 大家觉得 极右翼的阵营 你不能够主导主国会的话 其实原本大家当好事 但是你变成了 极左派上场 已经有大家担心了 因为你那个 可能你那些 派档 或者一些增加公共的开支 福利等等 很多的东西 可能会令到财政那方面的压力更加大 只不过有一件事好 就是 源自的议会 国会 我们说 不好的就是吵架 好的地方 就是那些很极端的政策 就过不了 但是中线来说 整个国家 或者整个地区 你发展不了 很多爭辯 是啊 这个现在是一个难道 你刚才举的例子 是非常之好 就是 总理究竟是谁做的 现在你都说不定 而且你梅朗雄 讲到明是 对马克龙一点妥协都没有 是啊 他对于自己那些极左派的政綱 或者极左的一些政治的主张 很堅持 是他说不会让步 不会这样和他吵架 他和他的立婆是死对头 那怎么搞呢 你三位 所以现在就 原本以为法国就松开口气了 你早前宣布提早大选之前 法国引起整个欧洲的震荡 法国股票跌 法国的银行股又跌很多 法国国债和德国国债的息差 又很明显的扩阔 但是现在去到这个局面 慢慢大家冲定了 消化了 但是只不过这个局面来说 你那个交着的状态应该会有多影响到 现在再长远一点 对于欧洲或者整体 就是法国经济发展的那个看法 所以你现在去到1.09附近 我们看你就算是 可能走多一格 你去到1.1 因为你七月减息的可能性很低 是啊 就是你拉加德说了 那应该 可能就会帮欧洲借赛 都还是稳定一点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回一些政治因素 都不是太明朗了 未来三个月可能会回的 你去到1.07 甚至乎更加低的 嗯 不过好在呢 有个法国巴黎奥运 是的 很多人说 叫做帮帮那个季度的经济 可以有多好的增长 但是已经相应下调回 明年第一季 觉得它的经济会负增长 也都影响了欧洲的香港 究竟未来可以做到些什么 这个是调期市场 反映到现在市场人士怎么看 7月估计利率不变的机会很大 而之前曾经有些人估计 会不会全日都减到三次息呢 但是现在就估计下只剩下一次 你觉得今年还做不做一次呢 他们现在上半年开始做了 下半年来说 还有条件再减减的 那全年两次 他们可能两至三次都不出奇 是的 就是我们看其实 欧洲央行今年 原本我们的预计 今年的减息幅度 有机会去到75个点字 是的 那这个你就视乎一下 那个通胀回落的情况 其实原本他们都挺有信心 就是通胀一路落 一路落那样东西 挺有信心 你现在其实 在通胀回落的趋势里面 我们觉得原念不是很高的 现在他们政治不稳定性的风险 是相对大一点的 是的 相对货币政策 或者欧洲一行 反而他们大致上 政策的方向 我觉得相对是明朗一点 反而是政治的环境 这些不明朗的程度 反而是大一点 其实他如果要减息 是都有基本因素支持的 就是通胀都落到2.5左右 失业率也是一些新低位 培位低位 所以其实 要做减息是可以的 再看看其他的领域究竟 政党等等那些 会不会有进一步 在这两个星期 多少消息出来 震一下欧元 另一边 如果在外汇市场上 你是推介澳市 反而只有它有加息空间 很多行 很多行家都是推介澳市 我估计大家 因为看到商品货币里面 始终 你现在8月初 澳洲央行仪式 维持货币 那个货币政策 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的 而且你看到它们的零售销售 还有本身的通胀 还是比较高一点 那这些支持处 真是高一点 澳洲的政策利率 高期的时间 应该有机会会更加长 那70美先应该容易 你看多进取 是吗 我下一个 我先看到69附近 你现在升穿了67 升穿了0.671 其实是 那个形态是向好的 你看一些MACD 那些不同的信号 都是告诉大家 有得再上的 那当你再站在68.5 是呀 68.5未先了 0.685 那你再上 一级一级这样看 那因为始终那样东西 就是 不知道会不会 去回我们刚才第一条问题说的就是 若果当特朗普的选证 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对美国的减息预期 有少少修正 你就变相到其次 又夹高个美金少少 你的澳子就没下得那么快 但是如果我纯粹称基本因素 经济的因素 和货币政策的因素来说 那澳子可以先提高一线 现在你的商品货币 其实澳柳子也是 不过柳子 上个星期自己破坏了 你纽约央行放假 又说通胀下半年 应该会回到央行目标 所以做货币是可以的 是 就是靠插盘澳子 纽西兰元 没错 还可以看一样 就是澳子对 澳子对加子 估这个楼子买加子 因为最近油价好 是 你现在油价 美国原油库存的数据 和原油的前景 其实现在又比较稳健 还有多谢OPEC 因为他之前原本是调整减产的 搞到乱了 自己立刻收回 其实也不是的 我们不一定会减少减产的规模 立刻稳定 油价现在回到两个月高位附近 这个就是个机会了 就可以沽一沽楼子 接着买加子 这个也值得留意一下 澳元承住的金价最近也很好 2400楼上很稳固 再看2450 今天也在上 这些 挺好 今天有很多机会 希望帮助大家 市场方面 做到一个好的策略 今天示范差不多 谢谢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Far from 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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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